早安 今天晨見快訓要帶您掌握國內外的重點資訊 首先要帶您來看到的是 嘉義竟然發生了兩度是腹的案件 有一名45歲的留姓男子 今年2月是因為意圖是腹被羈押起訴 交保之後他因為沒有地方去 又回到了家中跟爸爸一起來同住 那麼在中秋節的時候 他再度的就持鐵斧闖入到了父親的臥室 企圖要砍殺父親 鄰居發現之後立刻的報警 警方也趕到現場把他壓制 那這名留姓男子因為涉嫌 要殺害直系的血清 檢方起訴之後建議法院要從眾來量刑 因為檢方是認為這名留姓男子 對家人的危害很大 而且是毫無悔意 那麼這起事件也引起了社會的嘩然 緊接著我們要來看到的就是國際消息 北韓指控南韓派無人機 要來滲透平朗 那我們來看到這一起案件 是北韓的